上课时间到了 小朋友坐在平板前面 等了好久也一直按重整 荧幕上这个圈圈 就是转个不停 不管等多久 根本无法准时上课 小朋友哭等 家长更是无奈 为了防堵疫情 全台大停课 有些工作比较弹性的家长 还能陪在一旁盯着看 小朋友有没有乖乖上课 但有些恐怕无法在旁盯着看 找来长辈当后援 如果远端上课出状况 真的也无法帮上忙 国小远端上课状况多 台东偏乡的人数比较少 网路频宽还能应付 或是国中高中 也几乎都能正常上课 只是有些班级 光是老师点名 就耗费不少时间 他们也还在适应 因为可能刚开始 就有记忆 昨天的课只有40分钟 老师点名就点了快30分钟 或是像后援临时 无法衔接上的 只能把孩子带着一起上班 就是刚好今天家里 没有长辈带来的小孩 我们老板人也很好 他就是不介意 我把小孩子带来 远端上课少了老师面对面 完全考验学生自律能力 宣布停课后 各地状况连连 虽然多了亲子相处时间 不过大家都说 这真的考验家长耐性 因为每天这些问题 都是老师在处理 TB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B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TB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